随着怪手开挖就有路面 位在七土区马林国小旁边 这条道路已经多年没有跑步过 路面坑坑洞洞凹凸 严重影响当地民众 学校失声以及车辆进出的安全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积极争取 市长谢国良全力支持下 终于由市政府公务处重新跑步 反应这个道路不堪 影响到儿童 学童 家长的一些行车的安全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们县市长上任以后 他克服了各项困难 在我们陈处长带领的团队下 现在今天总算看到要动工了 我个人非常开心 我相信辖区不管是校长 社区的里长 还是学生的家长 包含胡志明的一些协助志工都非常开心 也在此感谢我们县市长 街市长团队加油 你看好棒 负责师座的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表示 预计三个月内这条道路的路面 就可以重新铺设完成 因为这个大概有100公尺长的一个通学步道 那我们会进行就是路面的AC的改善 再来就是我们会做一条 就是实体的通学人行就是人行道这样子 那大概公期预计大概100天 那我们希望说在大概三个月以内 会把他赶快把他完工 那把就是这个比较好的通学步道 给周边的一个市民 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 有一个比较安全方便的一个回家的路 对于市议员张耿辉和市长谢国良的重视 让马林国小以及马东和马南两位里长都非常感谢 其实都会接受到家长的一些反应 说这里的道路 通学道路实在很危险 尤其是骑车的家长 每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差点摔倒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是反应很多年了 还有这里的我们的侧门是通往我们生态园 所以我们每天的大夏课都是要从这边 学童都要经过这条道路 然后已经长期我们反应都是没有用 那好不容易这一次就是艺座 然后还有市长的帮忙 可以促成我们这条道路可以开工 那其实我们从上学期就已经告知家长了 家长们还有学生其实都是非常的开心 期待今天开始动工 真的我很高兴要开始动工了 这已经我好几年齁 取代已久了 这条路真的我申请好久 都没有下文 很感谢今天真的开始要动工了 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市长 谢市长 还有我们的张议员来扶持帮忙 才有今天的结果 谢谢 然后今天这条路如果可以动工的话 我们真的要感谢那个我们的那个谢市长 还有我们的张艺座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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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市长 加油 可归一言 炸一个人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